本次工服法的修正主要目的就是針對將近40年期間所生產的農地上數萬家的違章工廠 以專章的方式與違法的工廠做一個有效的管理和輔導 然而違法工廠經過輔導成為合法工廠 主要涉及工廠規範和土地取得 隨著國人的環保意識抬頭 經濟主管機關必須有一個善未者的思考 不能只是為了經濟的成長和就業的壓力 就對不合法的工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只採取一個拖的方法 那只會引起民怨沸騰 果然本條規範一出就引起合法廠商、農民、學者專家 及50個民間團體激烈的抗議 要求工廠法應該要回歸根本 本席了解過去環團一直收到合法廠商的諮詢 表示違法廠商圖利嚴重影響他們的生計 也有民眾反映 假使違法廠商就地合法納管之後 每年只需要繳交10萬元左右的管理輔導費 遠比工業區合法廠商凍砸上百萬的管理費 還有污染處理費少很多 非常的不公平 本席再次強調 拼經濟的利益雖然良善 但是必須在經濟跟農業取得最大的平衡點底下 否則拼經濟只是欺騙選民的空投支票 運用特定工廠只得作為暫時的處理手段 政府在加速國土計畫法的執行底下 必須要有魄力的做出決斷 並盡快的確立全國國土功能分區 讓政府部門及國人有所於行 增訂落字條款最該只有 最多應該只有20年 前10年納管 後10年分區檢討 即使設定落字條款 也應該提出分類分歧輔導 違章工廠等配套 另外本席也特別提出 政府應該要納入所謂的公民訴訟制度 以強化整部法律被徹底執行的可能性 同時落實公民參與 以及權力受侵害應有的司法救濟之精神 地方及中央政府均宣示取締違章工廠的決心 理論上不應該存有政府疏於執行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增訂公民訴訟僅在政府代為執法的時候 備而不用的機制 由受害居民公益團體共同監督取締違章工廠 如政府確實以法徹底 新政委員工廠並不會造成法律的負擔 所以呢 請支持委員工廠 即使的修正動力 在這個部分 能夠擁有所謂的修正動力 謝謝許委員 下一位請理委員洪軍